近日,作为对美国重启制裁的对应行动之一,伊朗空军高调公开了F-14战机试射,新型国产思想检究时,FACO-90远程空空导弹的视频画面, 从该型导弹的外形不难喊出,明显是美制AIM-54不死鸟导弹的仿制版,本图集就此为您解读,图为伊朗空军公开展示的思想零下90导弹,伊朗媒体公开的伊朗空军F-14战机试射思想零下90导弹视频动图,作为F-14的例照,AIM-54不死鸟是美海军史,上列装过的最重空空导弹, 专门用于拦截苏军远程轰炸机和巡航导弹,其单长3.9米,弹径0.38米,重470千克,采用中段半主动雷达加末段主动雷达的制导方式,固体火箭发动机推进,最大射程200千米,最大飞行速度2马赫,发射后一炮物线轨迹加速,末段飞行速度可达5马赫, 其高爆战斗部采用进炸引信,重61千克,相当于5枚AIM-9响尾蛇格斗导弹战斗部的总和,图为1975年,伊朗空军F-14战机,首次试射AIM-54不死鸟导弹的资料照片,思想零下90导弹的正式编号为AIM-23B, 由于美国长期对伊朗实施武器禁运,伊朗无法再获得F-14标配的AIM-54不死鸟空空导弹,只能再采用半主动雷达制导的MIM-23B杀新、美、制霍克导弹仿制, 行,地空导弹基础上进行赶进,将其导引头,发动机及其他系统,装入不死鸟导弹的外壳拼装而成,一架F-14最多可挂6枚不死鸟,但标准作战挂载只挂4枚,同时还可挂2枚AIM-7麻雀中巨弹和2枚响尾蛇格斗弹,除一门,20毫米,M-61A1火神6广加特林航炮外,F-14机身,一下总计10个挂点, 可搭载6.6吨重的各种武器弹药,大图为伊朗空军进行F-14地面武器展示,左小图为美海军F-14武器展示,右小图为满挂6枚AIM-54飞行的F-14,据英国Elsprey出版社的伊朗空军F-14战士一书介绍,两一战争期间,伊朗F-14共击落159架伊拉克战机,甚至有用一枚不死鸟, 同时击落4架密集编队伊拉克战机的神奇战绩,此外,1986年伊朗空军的两架F-14A,曾与美国海军两架F-14并肩作战,一同迎击12架伊拉克空军战机,结果击落两架敌机,几方无以损失,近处的这架波斯猫挂在两枚伊朗自制霍克导弹, 小徒为伊朗空军不死鸟导弹,1973年11月22日,一架F-14在7600米高空,38秒内连续发射了6枚不死鸟,同时拦截6架把机,其中一架以2马赫超音速飞行,结果4枚导弹成功命中, 试验证明,在同时迎击6个目标时,F-14加上不死鸟的高可靠性和高精度,能够保持超过60%的高命中率, 徒为1983年,一枚AIM-54导弹击毁QF-48机的连续镜头,只采用半主动雷达指导的思想,零下90导弹的作战性能,肯定远不及远反不死鸟导弹, 不过对于伊朗的F-14来说,也算聊胜于无的存在,填补了该国F-14无远程空空导弹可用的缺陷, 2017年拍摄的伊朗空军F-14A与米格-29战机编队飞行照片,伊朗空军F-14A战机资料图, 图中的ANA-WHA-9雷达和AIM-54导弹分别,构成了F-14的瑞燕和利兆, 前者是史上功率最强的机载X波的脉冲多普勒雷达,其最大探测范围达315千米堪比预警机, 能在185千米外探测,到高空高速飞行的米格-25战斗机,在拦截作战时, AWHA-9雷达可同时跟踪24个目标,并能同时引导6枚不死鸟,导弹攻击97千米外的6个不同空中目标, 直到摄像中的地方右手,向前方讲到有数难度上电探测。 在105年与柜角落下来,我们在用军军中讲到宣布接上的大梦, 我们在20145年心讲到知道 这一步公꼬合局有数难度下来, 这一步公司不成为了摄像中的色情形形象测译或是对均匀的一个重力空中的部分, 在20145年之间上有数量的能量的儿竹中的敏速度、